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达对宋普桥的喜爱 看来乔妹的魅力真的是太大了 在宋慧桥拍摄《太阳的后裔》期间 送中你好兄弟刘雅仁 还为他送起了一辆丰盛的零食车 像小粉丝一样为他应援 随后宋慧桥发文回谢 刘雅仁先生 谢谢 我们已经美味的享用过了 老公的兄弟团成员都是自己的粉丝 乔妹这鬼魅女神的称号 真的是当之无愧啊 宋宋夫妇一系结缘 公开前恋情早有端倪 一不太阳的后裔 让宋仲基和宋慧桥从剧里填到了剧外 从宋宋CP再鼓鼠成绩成了甜蜜蜜的宋宋夫妇 不少人感叹 这两人也太太太太快了吧 其实在两人公布恋情之前 就有不少蛛丝马迹了 拍戏期间两人就已经多次传出过恋爱绯闻 也经常被拍到一起出游 现在回过头来重温太阳的后裔中告白的那一幕 真的是甜诈了 宋仲基给宋慧桥扎头发时 眼中的深情都溢出屏幕了 哎 单纯的买主播 当初还天真的以为是人家演技好 殊不知这一切根本就是真情流露啊 本色出演 在最后的采访中 有记者问乔美 现实中如果有偶像剧这样的甜蜜告白 会怎么做 看看宋仲基在旁边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在考虑 怎么样娶女生回家了 宋仲基在采访中 曾被问理想型 她是这样子回答的 你究竟喜欢的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筋毛利 长发 长发 好 我们想问一下 你是喜欢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 颜上 你喜欢的是心纯型还是性感型 成熟 你是喜欢像模特一样修长身材的女孩 还是那种小巧玲珑型 小巧的 这说的不就是乔妹吗 这隐形的狗粮 大家get到了吗 其中两人甜蜜虐狗 戏外也不闲着 哪里有宋仲夫妇 哪里就有狗粮 宋仲基 要拿下宋仲基 先搞定他的兄弟团 宋仲基 依靠着太阳的后翼人气气声 拥有众多迷妹 如何搞定国民男神宋仲基 巧妹是这样做的 想要搞定老公 想要先搞定他的兄弟团 车太嫌疑宋仲基 是同公司的前后辈 宋仲基可是十分尊敬这位前辈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车太嫌在宋仲基心中 可是很有分量的 而乔妹跟车太嫌 早在2015年就合作了爱情电影 我和我的女友 两人的关系也是刚刚的 车太嫌就像是乔妹的哥哥一样 只要一有煩恼 宋慧晓都会找他倾诉 车太嫌也是尽自己所能 帮助乔妹 接下来要说的是 宋仲基的另一位铁兄弟 赵银成 2013年 赵银成与宋慧晓合作电视剧 那年冬天风在吹 还传出过恋爱绯闻 对于恋爱留言 赵银成很绅实的 替乔妹打抱不平 说完了赵银成 再来看看刘雅仁 宋仲基与刘雅仁 因合作成军管绯闻而结缘 更一起拿下 演技大展中的最佳情侣奖 粉丝们都认为 他们是最棒的男男CP 宋慧晓作为刘雅仁同公司的前辈 两人的感情自然非常好 一起拍画报 一起约饭 甚至还传出了不少绯闻 当年他俩的CP粉还真的是不少啊 看到这里 曼博只想感叹一句 这虚拟团 怎么个个都是帅哥呢 自从宋慧夫妇公布婚训后 粉丝们就一刻不停的期待被发糖 前两天 一位幸运的朋友在机场 偶遇宋慧夫妇 虽然这照片是朦胧的 令人想掉眼泪啊 但却依旧藏不住 两人之间甜甜的氛围 明星结婚 拍婚纱照自然是大家期待的重点 早在几个月前 两人同游巴黎导师 大家就猜测 这难道是去拍婚纱照了 万能的粉丝还爆出 两人出行时 后面还跟着一辆摄影团队的车 韩国知名摄影师 红长贤也在其中 要知道这位摄影师的来头可不小 是韩国很多当红艺人的御用摄影师 黑永俊夫妇 李肖丽夫妇的婚纱照 都是出自他之手哦 前两天 红长贤还在印刷上透露了行踪 并上传了旧金山某街道的风景照 画面里秋意正浓 很有意见 拍摄弟友了 大家又开始猜测 送回乔这次的新娘子造型了 自从发布婚讯后 乔妹几乎是神隐 并未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上个月她在网上发布一张自己的短发照片 剑军一头长发的乔妹 看上去知性动人 说不定 这次乔妹会以短发造型披上婚纱 接受大家的祝福哦 大牌摄影师美容化的风景 再加上这准夫妻的高颜值 卖着我就想喊一句 赶紧发糖吧 本节目由腾讯视频和刻意传媒联合出品 看上去